嗨各位小财神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 其实是最近非常非常复杂的一张卡片 就是星光OU数位账户推出了一张OU点点卡 到底它的权益怎么样呢 跟着我一起往下看 本期节目会跟大家介绍OU点点卡的优惠解析 包括新户指定通路最高22% 这怎么拿 那旧户17%应该怎么拿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星光银行的旧户 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再来它有一个Line Pay支付最高27% 它的周一到周六都有不同的优惠 跟大家解释一下 最后就是开户跟办卡的流程介绍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重点 优惠解析 这个星光OU点点卡呢 推荐你一定要就是申请OU数位账户 搭配账户自动扣角 才能够拿到最高的回馈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拿起你的手机 选择这个右边的QR Code 扫码一下 就可以开始申请了 好 那来看一下这张信用卡的申请资格 需要20岁才能够申请 固定年收入20万以上 所以平均一个月大概只要有2万2左右 就可以申请了 好 那正卡的年费2000块 不过不用担心 第一年不用免费 接下来呢 你只要申请电子账单就免年费了 所以跟大家简单做个整理 第一个申请OU数位账户 第二个账户自动扣角卡费 第三个申请电子账单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好来 再来继续往下 这张卡的国内消费 就是无脑刷回馈多少 0.3%回馈无上限 那它呢 是当期账单直接折底 这个跟玉三Uber卡还不错 就是差不多一样的功能 当期折底账单是最棒的 所以 虽然说0.3很烂 但是至少还是有一点点的优点 那它的消费排除定义在下面这一边 有兴趣可以再看一下 或者是银行的官网也有 好 再来呢 我们来讲最重要的 就是它所主打的七大通路 22%回馈 到底是什么呢 好 我们可以先看第一个 活动时间最重要 从4月19号到9月30号 所以它只有大概 接近半年左右的时间 9月30号之后呢 它会再推出新的优惠 那大家就敬请期待 第二个 它的七大通路包含哪些 好 简单说明 Momo 虾皮 PC Home Yahoo 淘宝 然后两大外送平台 分别是FuPanda跟UberEats 好 所以呢 你如果想要赚好康的话呢 非常推荐你 就是可以在FuPanda上面 做订阅制 或者是UberEats做订阅 一样 你的订阅费 可以再打 就所谓的七八折 就是22%回馈 好 那现在订阅费差不多都是 1000多左右 所以你付一次 一定可以 就是打个七八折 这一定是可以的 好 那再来就是要讲重点 这个22%到底要怎么来呢 因为刚刚前面 一般刷卡才0.3 它到底是加码了 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 才可以拿到最高22% 第一个 申请电子账单的OU卡 这个OU点点卡 最高回馈5% 信用卡新户再多5% 这样就10%了 第三个 申请OU数位账户再多11% 这样就21% 然后申请账户自动扣角 再多1%就变22% 听到这里 你可能已经有点 就是眼花缭乱 我们做了一个表格给你看 这个表格其实就很清楚 包括就是你的上限跟这个结账日 都有完整的说明 请你就是有需要的话 可以把它截图下 然后分享给亲友 或者是自己留存 基本回馈0.3无上限 所以你想刷多少都有 这个信用卡的结账日 就是第一个跟第二个 基本回馈跟加码回馈 看的是你的信用卡账单结账日 比如说你是4月15号结账 那你的账单生效日 就是4月16到下一个月的5月15 所以是你这样一个月一个月算 那这个加码4.7%的回馈 每个人一个月只能拿到250 所以回退一下 大概就是每个月可以刷5319元左右 所以你超过这个部分的话呢 你只剩下0.3% 这是七大通路的部分 那第三个是信用卡新户加码5% 那也特别注意 这张卡片没有所谓的新户礼 一般而言的话 新户礼大概都是300左右 所以他只有给你250算是比较少的了 所以你可以选择申请其他的信用卡 成为救护之后再来加办这张卡片 那你不要拿这个5% 其实你可能就是赚比较多 这个250呢 第一个月核卡后的30天 那要刷5000块钱就可以拿到 那如果超过的话呢 就没有了 那接下来呢 是OU数位存款账户加码11% 特别注意 这个11%是不限新户旧户通通都有 所以你之前有OU数位账户者 现在也完全符合这个活动 每个月可以拿250 所以你250除以17% 你250除以11% 算起来是2272 那数位账户的加码部分是以日历月来讲 就是每个月的1号到月底 所以像4月份就是4月1号到4月30号 那再来最后一个账户自动加码1%的部分 它是每个月回馈100 也是日历月 每个月可以刷1万块钱 所以这样汪布隆东加起来大概是22% 如果你要拿到官方说的22%的话 你每个月只能够刷2272 所以2272乘以22%算起来刚好是500元的回馈 那如果你要拿到最多的回馈 尤其是你这个新户手刷你这个5000块的5% 250都要拿到 我建议你可以刷到5000元 所以5000元的部分的话呢 乘以16%大概就是可以拿到800 那你要怎么去使用这个表格 很简单 就是你可以去算一下你这个月要消费的钱 比如说你要最后要刷7000块钱 你就7000块乘以0.3 无上限所以你就可以算出你的金额是多少 那7000块乘以4.7%超过250的回馈 所以你只能够拿到250 那7000块乘以信用卡5% 超过250了 所以你只能拿250 那OU数位存款加码11% 7000乘以11%算起来也超过250 所以只能拿250 那7000块的1%就是70块钱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就可以算出你自己的 这个每个月的回馈金额 那我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你如果超过1万块你只剩0.3% 然后下面有写了 所以你只要了解这个22%的这个活动规则 那我相信你接下来要去理解17% 27%活动 应该就不困难了 好 再来提醒注意事项 OU数位账户加码是必须要有户头才有的 所以请你务必要开一户 现在可以看我们右边的QR Code就可以上车了 好 第二个 OU点点卡它是限定七大通路 所以如果你要刷的是除了这7个通路以外的通路 那你是拿不到4.7%加码 那就是只有多少 只有0.3% 回馈率就很烂 所以这张卡片我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网购卡 网购的话最高有首年 应该是首月 首月有10%新户的部分 那旧户就是只有5%啦 好 那第三点 信用卡的回馈是你的账单结账日走 OU数位账户的回馈跟的是日历月 就是1号到31号 或是1号到30号 第四个 22%的回馈听起来很猛 但是它的上限很低 只有2272元 2272元乘以22%就是500 那如果你是首次申办 尤其是新户上车的人呢 你可以首月申办下来刷5000块可以赚800 这样的回馈率就还不错 这样子 讲完了新户的优惠之后呢 接下来当然就是旧户的部分 因为旧户是绝大多数人都是旧户的部分 所以一定要特别再解释一下 旧户其实就是22%减5% 也就是17%啦 那刚刚跟刚讲的完全都一样 就是0.3 4.7加11加1% 那这个17%的部分呢 2272元 每个月刷2272元 里面乘以17% 可以拿到386 就少了新户的这个5% 那如果你是刷5000元的话呢 你的回馈率会稍微调降一点 但是每个月可以保证确定可以拿到550 所以我可以怎么去使用它呢 很简单 你可以在比如说Momo 每个月买这个5000块的红利金 那就是可以拿550的回馈 大概相当于是11%的回馈 那这个活动呢走到9月30号 所以你可以从4月持续 除值5个月 那这样你就可以又多了一些 就是有10%以上的红利金可以使用 或者是买PC Home的除值金也可以 那当然平常你自己要在蝦皮买东西 或者是雅虎买东西 其实都是很符合资格的 或者是在美食外送平台里面 每个月固定用这张卡片扣款 没有问题 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最佳的刷卡金额是5000块钱赚550 11%回馈 那在网上的话呢 你的回馈率就抖降了 因为就没有那么高的加码了 我就不推荐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提醒你 这下面有4个注意事项 旧户他少了5%加码 所以呢 就是最高17%回馈 但是其他都吃得到哦 所以这次没有独厚新户 所以这次新光我觉得还算是蛮有诚意的 所以你是旧户朋友 也可以加办这张卡片来申请使用 这所谓的旧户是指的信用卡旧户 就是一年之内呢 你没有申请新光卡 你现在上车那就是新户 但是如果你现在持有新光卡片 加办OU点点卡 你就是旧户 第二点 申请新光OU数据账户加电子账单 加OU账户自动扣角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请你一定要完成 那你在加办OU点点卡的时候 你也可以就是设定 就是这个账户自动扣角 资讯还有电子账单都要勾选起来 第三个 17%回馈很猛 但是上线依然很低 就是2272元 就没了 超过的部分就是回馈就降低了 这卡每个月可以刷5000赚550 我个人觉得是很不错的 旧户 现在上车 现在办卡 然后解任务都可以拿到 这是蛮好的 再来呢 我们要来聊一下这个最高27%回馈 也是大家最在乎的这个 那其实它的玩法 我个人觉得它有点类似是 这个变相玩文字游戏 怎么说 因为它的17%加码 它其实是 OU数位账户的11% 然后再加上账户自动扣角1% 这样不是12%吗 它再加个5%上去 但是这个5% 没有要给你额外的 这个经费跟这个刷卡金 它是直接从你的 OU数位账户的11% 每个月上线的250 再给你加上去 所以这样会造成一个情形 就是你的每个月 可刷卡金额降低 然后你的回馈率 这个数字变高 但是事实上 你每个月可以拿到的钱 都没有超过 所以这很明显 就是玩一个文字游戏 包括这边写的 MyFamily Pay在礼拜一 最高就是12%加5% 那礼拜二的时候 是iCash Pay 这是OU数位账户的 绑定扣款 那个就跟信用卡无关 星期三是 High Pay跟MyFamily Pay 这个就是最高有17%回馈 跟礼拜一是一样的 额外加码5% 但是Share这个总金额 回馈金额250是不变的 礼拜四 这个Line Pay比较特别 因为它是新户22% 再加上5% 就变27%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特别的解释 礼拜五的部分是Pizza Pay 所以如果你常常在 全联买东西的朋友 非常建议你办下这张卡片 并且把它绑定在 Pizza Pay里面 每个礼拜五除值2200 那你就可以拿到17%回馈 这个稍后会再解释一下 礼拜六的部分就是 OU卡在五大通路刷卡 最高6%回馈 这边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这个每周四使用Line Pay 绑定OU卡 到这个MOMO PC Home跟Yahoo 这三个通路也是 原本指定的七大通路之一 你就可以在额外再加码5% 所以看起来27% 非常的高 但是事实上是有陷阱的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中间这个画面呢 前面都是0.34.75 就是前面介绍过都一样 但是呢 OU数位除款加码11% 再加上OU日加码5% 算起来16% 对不对 但是它其实是总计250每个月 所以你可刷的金额 原本是2200 现在变成1562 所以它其实是降低了 因为你的每个月 总共可以拿到的钱 就是只有250 那最后账户自动扣小1%还行 所以加起来总共是27% 所以如果你要就是 要在这个OU生活圈里面做刷卡 你只解这个任务的话呢 我建议你这张卡片 一个月就只能刷1562元 绑在LinePay里面做网购消费 27%就只能拿421 那如果你要超过的话呢 就是1563到2272这个时候 你可以回馈率稍强一点 但是可以拿到22% 最高就是刷2272拿到500 那第三的话那个level就是 你如果是刷5000块钱 一样可以拿16%就是800元 那不是跟刚刚22%一样吗 所以它就是玩一个文字游戏 这个是大家可以去确认的 那最后有一个提醒事项 这个27%的生活圈呢 务必在周四节LinePay任务 在指定日期节指定任务 才能够拿到最高 那再来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礼拜一的FemiPay是不是可以拿来做缴税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新光银行针对FemiPay 绑定这个还与现金回馈卡来做缴费 缴税是过关的 包括你用新光的精致卡 JCP精致卡 一样也是有2.1%的回馈 所以我个人合理推估 这张新光OU点点卡 在这个绑定FemiPay里面来做 税费的支付 其实是有17%回馈的哦 但是呢 因为它每个月上线只有250 所以回退的话 大概只能够刷个1500 缴税1500赚200多块钱 其实就没有非常多的利多 但是每个月你固定有一两千块的账单 你可以用这个东西缴 水费 电费 然后接下来的众所税 然后还有拍照税 房屋税 只要超商刷得过都拿得到回馈 好那最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应该要怎么做开户跟办卡流程 其实才会是最顺畅的 第一个请你要先开OU数位账户 那接下来做账户自动扣角 其实会比较顺一点 开完OU数位账户之后呢 就可以申请OU点点卡 那OU点点卡因为目前没有MGM活动 所以我个人就是自刀腰包 每一个人上车就送20积分 20积分可以换20块礼券 就是这样子而已 好 第三 有了账户 有了信用卡 也别忘了设定账户自动扣角 跟电子账单 那你现在如果都没有设定的话 没有关系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步骤 你上星光的官网 或是用APP 然后登录信用卡服务 然后来申请变更同意资料 就可以了 但是需要一些时间 大概两到三天 生效之后呢 完成自动扣角 那次月就可以拿到 这个1%额外的加码 所以这个要赶快去设定 越早设定好呢 你可以越早去享有 这个额外的1%加码 这是很重要的 好 那最后呢 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本团的上车好康 就分两个 第一个是数位账户 第二个是信用卡 跟团开立新光数位账户 OU数位账户 成员 一般成员给50积分 悠悠班给100 基础班给200 那这当然是对 就是比较有贡献的成员 给比较多一点 然后那也欢迎大家 就是多多累积积分 然后想办法加入悠悠班 跟基础班 那你能够拿到的东西就更多了 那相关的游戏规则 我也有在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有做这个超连结 你有兴趣 你可以再进去文章里面去看 包括回报的网址 也都在里面哦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一次的重点 也就是OU点点卡 OU点点卡 因为它没有MGM活动 所以我没有额外的收入 所以我就是单纯的意思意思 只剩20积分 这20积分呢 你现在上车 回报 我在最快呢 就是8到9月的时候 我就会回到你的账上 那你就可以跟我换这个礼券 每个月月底可以来兑换礼券 需要回报的资讯很简单 卡片正面跟刷卡999元的钱单 因为你卡片办下来 你不就是一定要刷吗 当然网路刷卡的话呢 就是持这个未出帐明细截图 各自买一买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太困难 也不会有各自外泄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活动基本上都是送积分 最简单 那也谢谢大家 就是听了我讲了这么长的一段 那我希望说我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 能够让大家理解这张卡片怎么用 好简单来讲 新户刷5000可以拿800 旧户每个月刷5000拿550 那这个活动从4月19号开始 到9月30号 总共有5个月 每个月都可以做一次 新户第一个月做完之后 就变旧户了 因为那个250的加码 只有限首月而已 然后首30日 那之后呢 你一样是每个月可以固定刷5000 然后赚550 那你这样赚一赚之后呢 连续5个月你大概可以赚个3000多块钱 就像官网写的一样 所以我个人觉得是拿来做 这个网购的替代神卡 或者是做缴税费 其实都是一张不错的卡片 好如果你觉得今天这集节目有帮助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你就是按赞留言 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能够让他们一起来吸收最新的信用卡 跟理财知识 我是爆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